一台警車當在白色膠車前 車子突然加速 正面衝撞警車 一路轉往路邊 騷落停在人行道上的機車 還將警車押毀 我唯一的路口的路 我感覺 駕駛發現床大貨的 僅開車門拔腿就跑 誇張行徑也讓警方傻眼 他又倒車 然後又立向 我就用車要擋他 我以為他要緊 我就下車要把他拉出來 他就直接撞我的車 然後就推推推 成為現場警用機車被重壓在車底 整台車全會車殼破損 零件外露 事發就在台中 台灣大道河博管東街口 當時巡邏員警發現 白色轎車行跡可疑要攔查 沒想到肇事駕駛疑似作賊心虛 僅衝撞警方後汽車逃逸 我們同仁隨即用警用摩托車當路障 預盤查的時候 該嫌疑人不服取締 即用該車輛衝撞 幸好當下員警不在車上沒有受傷 但沒嚮到例行公事載萬巡邏 竟意外被衝撞 目前警方已經尋現找尋目標追捕嫌犯 藉連家姓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